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2020年8月9号星期天 农历是6月20日 好 今天呢 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做悬疑问答节目 喂 师傅好 师傅好 师傅请安 你好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 师傅一个人的活源是定数吗 师傅这个问题 应该是上辈子跟这辈子有关系连下来的 这也可以说半个定数吧 半个定数 那加快佛源成熟 有什么样的好的方法呢 师傅此得感示一下 念经呀 学佛呀 你越学佛你又找到这个原始的本性了呀 越学佛的话 你慢慢觉得 哦呀 我好像很熟悉嘛 哎呀 我应该这么做 应该那么做 这就来了呀 明白了吗 那师傅 我记得您一节目 说这个人他不会学佛的将来 那这个也是一个定数吗 师傅 你看到他未来 师傅 这个问题 是啊 如果看到他 这个人会学佛和不会学佛 就说明这个人的命根当中 有没有佛源呀 或者佛源犬和佛源生的问题 哦 明白明白明白 只有给他念心经 跟菩萨去结缘犯 才能这个序上 好 谢谢师傅的 持理开示 师傅 有个佛有梦道 有一个声音告诉了他两个字 一个是明 一个是叫绝 明后边拖了很长的音 后边叫绝 明天的明 绝物的绝 是什么意思呢 师傅 就是明心见性呀 靠绝物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只要想明心见性 你必须靠绝 绝物 绝物 好 谢谢师傅的持理开示 师傅 下一个问题 有个人想问 他说他估计这个佛有是个作家吧 他说以写作小说的形式 把佛理因果融合进去 很多人看了如果受益了 改变了心态 弃恶从善 作者是否有功德 是否算度人呢 是否这个问题 他这样问 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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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如果给人家写作 造成人家的误解的 或者让人家误入歧途的 那你就有业障了 如果你让人家破皮开悟了 那你就有功德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傅 那一个了凡思俊 他给后代留下的了凡思俊 那岂不是很多人受益啊 他功德无量了 是不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 功德不得了的 哦 师傅 你有没有看过 袁了凡他是在天上 是大佛上了吗 师傅 没看 没看 没看过 好 谢谢师傅 那这种应该是菩萨吧 他如果能够 他的书能够像佛经一样 传到这么长时间 这么人间这么长时间 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呀 他如果不是 对对对 传不下去的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谢谢师傅的此理开事 你看师傅当时原了凡 他念转提神咒 师傅叫我们念的四小咒里 也有转提神咒 真的是这样流传下来 不可师傅叫我们 好 谢谢师傅的此理开事 师傅 同一个音频中 佛陀说到 修道是这样 涅槃以不放异为时 无为境界 以禅月伐喜为时 师傅您能开始一下第二句吗 就是说无为境界 以禅月伐喜为时 禅 禅定的禅 对对对 这月是一个树心汤 那个月 禅月伐喜为时 就是说 当一个人打坐 修禅之后 他会产生一种伐喜的呀 伐喜的人 就是没有烦恼呀 没有烦恼的人 就叫禅月呀 如果你打禅 进入了一种涅槃了 你就是很开心的呀 你想通了呀 就是通过坐禅 你想通了呀 想通的话 你不会烦恼 对不对呀 那他就是无为境界 他说无为境界 无为境界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都没有目的的呀 你没有目的的 去做任何事情的话 你说说看 你当然开心了 你帮助别人 没有目的 多开心啊 你帮助了别人 总是想希望 人家能够回报你 你回不到 你不就痛苦了 对对对对 那是我帮助别人 没有目的 那你就是做出来的 就是功德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对呀 对呀 而且而且功德的话 你做出来的功德的话 你还要 不但要帮助别人 而且你要无私的 要 要无私的帮助别人 而且要 这种 讲起来是 一种 就是说 无缘大致 无缘 对对对 无缘大致 无缘大致 是是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但是 师父 你那一天不是讲了 那个不是 佛者天地游记吗 那你想想 每一个佛都 他都有一个国土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那观世音菩萨是心灵境 要是佛是 要是流离光世界 那你想 李佛中的 把十八佛 他都有自己的国土 是这样理解吗 师父 是啊 因为就是自己的道场 就是道场 佛的道场 自己的道场 你看看 那个 你现在告诉我 五台山是谁的道场 那我还说佛杀的道场 好了 明白了不了 就是道场呀 佛的道场是什么 就是菩萨 菩萨经常在那里讲法 菩萨能够成功 修行 他的精子多了 在那里了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师父那一天你讲的 不是拿摩 龙总上钻王佛吗 就是 就是文殊菩萨的华山呀 我就 我就纳闷 你说 在中国大陆 五台山 你讲 师父你讲到了五台山 五台山不就一个五爷庙吗 他们说香火特别旺 那个五爷庙 就是广计龙王菩萨 他原来就是 他皈依了 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就是 龙总上钻王佛 真是这样了 对啊 对啊 就是这样 你想想看 我问你 我问你那个 那个 披露真大佛 大律如来 披露真大佛 对不对啊 对对 你看看 他的道场在哪里啊 江湖 江湖 林山啊 哦 对啊 哦 我们知道 有林山大佛 哦 林山大佛 是啊 就是啊 就是这个大佛 包括南墓 这个这个 这个释迦牟尼佛 也是在江苏 林山那样 他的道场 哦 每位菩萨 都有他的道场 我问你 米勒伯 道场在哪里了 不知道 不知道了 有个叫旭豆山 哦 哦 师父 你都了解真多 师父 哎 米勒伯 米勒伯的道场 都有的 啊 连 连 雄寨 岩树 要师父 都有道场啊 对不对 大神 菩萨的道场 你总知道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师父 南通啊 狼 狼山啊 哦 原来 这要有啊 原来是 谢谢 太多了 哪个菩萨都有 所以你今天问 那我总问你 大型普贤菩萨道场 在哪里 你知道吗 四川峨梅山 对了 对了 就是这样的 那韦拓菩萨的道场 在哪里啊 东西木山 杭州 韦拓菩萨 西天木山 不是东 西天木山 哦 对不起 说错了 你懂吗 动了 动了 哦 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那就是说 你跟观世音菩萨修 你将来就到 清明镜 普了 跟哪个菩萨修 上哪一个菩萨的道场 没有啊 观世音菩萨 在阿弥陀佛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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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呀 一起的呀 哦 对 我们西方 极乐世界呀 极乐世界 哦对 因为西方三圣里 有观世音菩萨 明白了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菩萨道场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呢像七宫菩萨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啊 对对对 林也是 林也是 杭州林也是 对对对 对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实际上每位菩萨都有他的道场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懂 嗯 要懂 这个道场就是一个根的 一个我们的根基呀 在哪里出此心花呢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词必开设 师父 你在来信解答 有这么一个案例 有这么一个解答 A师兄梦见 大家一起去弘法 A和B师兄 甘人 甘人要账 要了好几百元 这个梦是以药精者吗 师父解答 梦里问别人要钱 实际上是自己在钱财上有不如理如法 在阳间贪一点点财 贪一点点财 在阴间记录为几十万几百万 哎呀 师父 你讲一讲 为啥在阳间贪一点点财 在阴间就记录几十万几百万的时候 可以开始一下 我问你 明币跟这个阳间的钱 它不一样等值的呀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其实这样 谢谢师父的 直接开始 那师父 现在赌博非常不好 看法制类节目 几乎大多数 财案背后都有赌博的影子 而且 九赌必输 也往往是非常应验的 师父 您能从玄学角度 开始一下赌博 为什么这么影响运势 赌博是怎样 削减财运的呢 师父 您直接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赌博主要是进入三毒了呀 因为你贪了呀 你赌博就是贪呀 你想想看 这个人贪得这么厉害 你说他会有福气 一个人贪就是贪呀 你贪了 他贪过毒的话 你接下来就倒霉了呀 因为你进入神毒之后 对不对呀 你接下来就是那种 不能量全在你身上 那么鬼呢 他也会来 因为一个人 贪心越足 鬼就接近你呀 鬼本身就是贪心的人 贪心的鬼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吃别开释 师父 有的观音堂或河堂 他不是铺那个红色的地毯呢 红色的地毯有祥云 这种祥云的地毯可以铺吗 师父 你吃别开释一下 我有问 其实像这种最好不要铺 祥云他也是一种护法 你现在人都脏了 你踩在祥云上 你配不配啊 哦 那得不配位 因为有的人还 有的人还吃荤的呢 有的人整天做那种下楼的事情 你说你踩在祥云上 你不掉下去才怪的 对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吃别开释 师父 下一个问题 佛友的母亲去世了 但佛友经常梦到过世的母亲 前不久 佛友梦到和他母亲出差 他母亲披着生前还喜欢的 红色羊绒衫 然后掉下来死了 是不是代表 佛友母亲要投胎了呢 师父 这个问题 是啊 是啊 要投胎了 是啊 那师父那你看之前 佛友把他母亲抄渡到天界了 怎么又掉下来 现在又要投胎了呢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家里有人挂念他 还有一个他债还的还不够多 就是说他还债还的还不够测 你明白吗 就是陪他母亲烧的小房子还没有 没有足量 是这样 对 不足 就等于把你 把你保送到 保送到哪里 不是你自己本次考上去的 明白吗 哎呀 明白了 那你像这种情况 他梦到他母亲要投胎了 那他 他师父还有机会把他抄到天上吗 马上取一个数量的小房子吗 师父 师父你讲讲 快讲讲 那你比方说你已经在天界了 对不对 你要快下来了 对不对 你比方说你到哪一个国家去 你这个签证要过期快了 对不对 我问你可以再延续了 那可以延续 可以延续 好嘞 好嘞 你就做功德咯 对不对 一般许多多少小房子 多少小房子就保住他在那里来了 很难讲的 第一 要人间没有挂爱 让他人间不能有挂爱 至少生活着的人 不要去老叫他的名字 不要老提他 他就不容易下来 第二 也不要老少 不念一点小房子了 经常念念了 那就不下来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这是天界的 天界的 哦 那你说师父啊 那弟子也是感慨呢 你看了这么多图层 动不动就要下来了 动不动就梦着要投胎了 你好不容易抄上去又要下来了 你说这个轮回 你还没有在天上享福呢 你把家人又要投胎了 又要轮回了 多苦啊 根基不足呀 举个简单例子 你这个还没有大学还没毕业了 你 起门 起门课你又挂了 经常挂课的话 你是不是要重新读了 嗯 是 是 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父的 那师父再问一个问题 有同修梦见他超度打胎的孩子 总共烧了一百多张之后 梦见了一朵 发光的莲花不停的转 一会看到了一个童子一样的孩子飞走了 师父开始应该超度上去了 但是要超度上去的话 根基好的话 他就等超度 有的不投胎 有的不投胎就是等 知道有人要超度他 像这种孩子就是灵气比较足的 请问师父 打胎的孩子 小孩子一般能多 你最多能超 师父 你也讲过 打胎的孩子一般最多能超度投胎 那是不是因为小孩子 他那个 是不是小孩子太小 思想不成熟 只要有好的地方 他就会去 不会再等呢 那原因 师父 你开始一下 像这种情况 你超度 他是个亡灵呀 嗯 他又不是什么 除非这个孩子是 你要说真的是成员再来 他妈妈也不会打胎 他投的这个人家 他承认再来菩萨给他看好了呀 对 像这种一般的打胎 那么就是一般的很普通的鬼灵呀 鬼灵嘛 你把他炒不走 那么就成员呀 所以也不会 也没有什么好多讲究的 就是 就是投胎呀 如果能够投到天上去 就是说他的妈妈 修心和本身自己的功力比较强 这个孩子呢 虽然被打胎打掉了 但是这个孩子 还是前世有修的 可能呢 就是说还是犯 犯业界的那种业障 但是呢 还是有觉悟的 我问你一个 一个 一个罐投和一个小投 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听不懂啊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特别开设 师傅 在千年第一 阿纳律尊者的音频中 阿纳律尊者在佛陀开设的时候 打瞌睡 佛陀批评他说 多多如好睡 罗斯奔格类 一睡一千年 不玩佛名字 佛陀在这里批评 阿纳律尊者 就像那些海星 就像那些海星一样 佛陀的批评是温和的 还是狮子猴一样呢 在以往的佛陀故事里 很少看到 佛陀批评的这么严厉的开始 师傅 佛陀很严厉的 对自己的孩子 对自己的孩子 佛陀批评是这么严厉的 佛陀有的时候 比喻非常非常的严厉的 这个实际上 你看到这个话出来 就是像十字吼一样 佛陀就是 唤醒 唤醒众生的迷惑呀 他必须要讲的 有时候对比 要让你感到 有一些受到震动 明白了吗 受到感动 对对对 对对对 他说一睡一千年 不玩佛名字 他就说 他也真是怎样 一千年你都闻不了佛的名字 都睡掉了 你看看你们现在 一岁四十年 你们四十岁 一岁四十年 对不对 不是你们 要不是学佛的话 你们很多人 连菩萨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是不闻佛名叫 对不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师傅 真正的 人家真正的对弟子负责 师傅 您既是有慈悲的指导 又有狮子吼的那种言力 嗯 对啊 真是 你不对他吼的话 这孩子能 比方说他是你孩子的话 你不对他叫的话 这孩子学坏了 是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 一个人来到世界 命中的财库是 前世定好的吗 但是听节目中说 有的人命中本来财库挺好 但是这一世都 说没了 请问师傅 一个人财库的影响因素 除了前世不失情况 还包括这事的哪些因素呢 师傅您慈悲开示一下 不用问 不失啊 继续不失 前人找到了 永远不要认为是自己的 是众生的 是大家的 对 要继续不失 对 你今次越不失越有财 你今次 就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就知道了 嗯 对不对 你说 你今天要把这颗井 你不是把这个水要吸出来 你先要在这个抽水机 里面先浇点水 你才能把水吸出来 对不对 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 一点水都没有 你怎么能够把水吸出来 就是说你没有道德 你不会得到财的呀 你今天要学会不失 你才会有更多的财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处理开示 开训官司 因普选保佑我的安事 卢军红台党 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 在人间救度 更多的有缘度生 他们的业 他们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师傅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好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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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能听见吗 师傅 听到听到 请见 对不起师傅 对不起对不起 师傅 弟子给师傅请安 我们各地一让各地背 不让师傅背 请问师傅 如果发愿今生 要往生心灵净土 是不是等于 许愿一事修成 发愿往生心灵净土 基本上等于 要一事修成了 因为你如果 直接 直接从人道 直接超脱六道了呀 那不是一事修成了 你能够到心灵净土吗 你肯定一事修成了呀 明白吧 嗯 好的 明白 感谢师傅 请问那个 有失胸它是低血压 饿的时候会头晕 有头晕鲜荒的情况 这样的低血压 是属于业障病吗 生活中应该怎么改善 如果生病 师傅跟你们讲过 有两种 一种是身体原因 还有一种是精神上的原因 灵魂 对不对呀 那么 首先 它的家族的遗传 这种慢性病 或者血液上面有问题 跟家族遗传有关系的话 那一般的 从玄学上来讲 它就是一种 家里的这个业障病 那么经常疼晕呢 自己除了要 做一些保健之外 吃点药之外 主要呢 还是要多年往生走 要往生走 因为杀业太重的人 头会昏昏的 魂魄会不起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那个多半是在饿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 头晕的情况 还要去查查 还要去查查血糖啊 不单单是血压的问题 血糖低的人 头也会晕的 饿的时候 明白吗 还有一种 就是已经吃了 太胖了 你饿的话 血糖真的会低的 血压也会低的 哦 好的 赶师傅 师傅 您就是对于医学呀 还有教育学呀 生活小窍门 心理学等等 都是无所不知 还有很多冷门知识 您都清楚 您是今生学的多才多艺 还是因为有宿命通 把以前的这个才艺能力 都回忆起来了 你说的三处都有 你已经帮我总结了 我很感恩你 你想想看 一个小孩子 就算一个小孩子 是数学天才 他也不可能 生出来所有的数学都懂的 他也是开始学数学 学了学了 他一通百通了呀 所以是不是跟他的前世有关系 是不是跟他精神学习 事业有关系的呀 都有关系的呀 傻姑娘 哦 明白了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师傅 我们说话的方式 还有这个声音 有什么讲究吗 比如您说话的时候 您说那个 你好 那个好字是往上升 尾音是上扬的 然后就是 那个声教听起来 非常有力量 就是说 那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这个方式有什么讲究吗 它有讲究 像你这个讲话 就比较讲究 你讲话能够给人家带来 一种 积极上进的心事 你比方说 同样一句 你好吗 你要是今天精神不好 你跟人家说 哎你好吗 你看看对不对 哎你好吗 嗯 情绪不一样 给人带来的精神能量 也不一样 对不对呀 精神它有能量体力 你比方说今天 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呀 人家是幸福不起来了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人家马上幸福起来 实际上人跟人之间 都有一种相互传递 传代的作用 通过别人的声波 会影响到他的气场的呀 明白了吗 嗯 那我们就是还是 如果像我们学佛 要积极向上 尽量这个语气 还是比较 要发喜慌慌一些 就是 啊 还挺少 但是又不能太过 太过 太过的话 又变成仙格格了 跟你跟男孩子讲话 如果你太仙格格的话 人家会看不起你 你看见陌生的男人 你讲话要平淡一点 对不对啊 对对 你要太 哎呀 那你说怎么办呢 好了 人家马上说 你显格格了 对 他们明白了 感恩师的思维开始 不同的人 不同的人 你要用不同的声音的呀 对不对啊 你说你跟一个领导在一起 你讲话要沉稳 他就知道你很有本事的 你要是 讲话很漂浮 他觉得你这个人 黄而不实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是 嗯 明白 好的 感恩师傅 您在那个7月30号的图同中呢 有一个亡人在阿修罗道 变成了瑞寿 师傅说将来还会投胎的富人家 是因为他生前爱帮助别人 就做了很多好事 请问这样的亡人 可以给他们念诵 功德保身神咒吗 可以啊 可以 看看能不能转换呀 因为周瑞寿虽然是好 但是他毕竟是瑞寿呀 但是他瑞寿 他如果投到人间 他就是一个比较有实力的 就是比较有能力的 可能也比较富有的 他到了人间 你不能再把他看成瑞寿了呀 他到了人间 他是一个贵人 那他就是个贵人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但投胎到人间 毕竟还是短暂的 就是在他天上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福德变成功德 然后把他往上超过 对 那他念诵的 帮他念诵的家人会悲业吗 这个是与人为善 帮助别人应该不会悲业 如果除非你是动坏脑筋 一般的不会悲业 嗯 好的 那像这样的话呢 他是许愿一个总数念 还是说每天就是 比如21或49这么念下去 永远是先把总数放在前面 哦 比较好 你比方说几个简单例子 对不对 师父说 嗯 哎 我要给你 比方说我要给你 买一样东西 你讲得很大 人家就很开心 但是是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人家说 哎呀我要 我要 你妈妈跟你说 哎呀 我给你 帮你 以后买一个房子吧 那你听得开心不了 开心的 嗯 然后呢 你说 在你给我的每个月工资 你给我每个月的津贴里边 妈妈不要你的津贴 帮你除起来 这个钱除了够了 我帮你买一个房子 哈哈 听得懂吗 就等于你如果说 我今天21张21张 和我先帮你说买个房子 那概念不一样 那当然我不是 我不是说 好像说21张21张 就是说 你先说 我给你买房子 你慢慢还嘛 也是买房子 人家开心的呀 也开心的呀 嗯 对 对对 那我们平时的功课呢 就是功课 对于老同兄来说 最好是 就这么坚持 你也还说 先举个总数 比如上万遍的 师父讲过 上万遍是大愿力 对啊 就是 先举个总数也很好 计少成多呀 计少成多 举个总数 总是好事情呀 明白了吗 嗯 好的好的 感谢师父 那个在7月31号的 问答节目中呢 师父看头疼 并解释了 南无水天佛的 这个名号由来 两天之后呢 佛子收到了 这个南无水天佛的开示 师父是不是 所有的这种 佛菩萨 包括这种 古佛菩萨 对心理法门 非常的关注啊 是啊 绝对的 当然了 绝对的 你要想想看 救人救的多 你就会关注呀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你随见佛 他也是佛呀 佛这个佛也不小啊 很大的 大佛 嗯 明白吗 嗯 明白 然后那个 嗯 拿 师父的问答节目 和图通节目 天上有多少菩萨在听呢 我就问你啊 你说说看 自古以来 你说说看 有多少菩萨 你讲得清楚啊 现在不得了的菩萨 明白了吗 嗯 你说说天上 称佛的人 称菩萨的 你就是我们以后 心理法门 如果有多少多少菩萨 上去的 如果你们修成了 也是多少菩萨上去 天上没有一个名额的呀 你成功的就上去了呀 很多很多 就是我们说 无量无边的菩萨 明白了吗 真好 嗯 明白 好的 感恩师父 那个在 弟子 在那个天地游记中 南无水天佛 开示最后 说了一句说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这是您的卷轴 请问师父 这里的卷轴是什么 是观世音菩萨的邀请函吗 邀请南无水天佛 开示 真的想错了 谁给 谁给 谁给水天佛的卷轴啊 谁给水天佛卷轴啊 因为水天佛最后 说了一句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这是您的卷轴 应该是观世音菩萨 给南无水天佛的卷轴 对 这个卷轴是什么 那就是菩萨 那就是菩萨给他的书信呀 就像书信一样 卷轴就是一种正规的书信呀 明白 就是让 可能感恩水天佛在救度心灵法门的弟子呀 一般都是这样 因为心灵法门是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呀 明白了吗 对 明白 好的 感恩师父 师父在那个礼佛大成尾中八十八佛的名号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字是光 还有慈悲的悲 傻喜的喜 功德 经病等等 是不是这些都是属于成佛的基本要素之一 完全正确 你今天不讲 我想不到 讲了 我就讲给你 光就是如来形呀 光明如来形呀 悲 你想想看 悲至双运 对啊 对 还有什么 发洗的洗 一个人洗的话 他就是已经开悟了呀 不开悟能发洗他 你告诉我呀 明白了吗 是 是 还有功德 功德 你想想看 你一个人没有功德 你怎么成佛上 功德就是无私的发行呀 叫功德呀 无私的发行去帮助别人 就是功德 德就是道德 有道德的去做功 就是功德 你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 这个道德就是本性 就是佛性 你没有佛性 本性的去做任何功德 只是大善人 不能成为功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 嗯 包括还要救度 像师父一样 去救度众生 对啊 就是这样 嗯 嗯 好的 还有那个清静 清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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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静就是干净呀 静嘛 就是静能生会呀 没有智慧 你怎么成佛了 没有清 你那你整个都是物着之旗呀 你不干净 你怎么成 所以这几个字都是非常重要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嗯 还有一个词是瞻谈 瞻谈后来我上网看 就是谈香的意思 那请问这个瞻谈和这个佛菩萨成佛的名号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你比方说有个瞻谈这个佛 三谈光佛 对 嗯 你想想看 展坛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高境界呀 展坛本身是一种境界呀 哎 就是高境界的佛呀 谈香 谈香就是烧给谁的 你讲给我听呀 菩萨 佛菩萨 菩萨是不是在高境界了 对对 啊 好了 听懂吗 嗯 哦 明白 好的 啊 那个 有一次就是在法会之前 同修在机场 那个接机等待师父的到来 师父刚出几口 还没见到师父的时候呢 同修就闻到了浓郁的谈香味 那是一个很大的接机口 人来人往 很多人都闻到了 同修非常的惊叹法喜 同修赞叹师父的功德境界 同时发愿 以后一定要好好修 像修到像师父一样 到处所到之处 为众生带来美好 还有法喜 请问师父 同修现在意识到 仅凭这仪式 自己是追不上师父的功德境界的 那他许的这个愿算是违愿吗 不算的 因为任何的精进的努力的要求 就相当于一个人要求上进 你说他后来没有上进 他也是在努力上进呀 总是好的呀 这个他在努力过就可以了 如果他说在努力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努力 那就不行了 听得懂吗 哦 只要他现在一直在去行去做 对呀 嗯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明白 像这种大的一个场地 大家都闻到那个弹香 那绝对是菩萨来的 弹香味 就行啊 如果你说小范围的话 你可能还说 你擦的香水味道有点像弹香 但是问题你要是这么大个机场 你不可能的 你再擦多少香水 人家都闻不到的 明白了吗 嗯 嗯 明白 像师傅您现在是走到哪 您身上也有很浓郁的这个 自然而然的这种弹香味 是不是师傅也是已经修到了这种 啊 沾谈的这种境界 没有 我要跟 我跟你们一样 我要好好修 没有 我跟你们差不多 没有 没有 我们跟师傅差太远了 师傅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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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调 谦虚 能成佛 对不对啊 嗯 高调的 啊 然后功高我们 称不了佛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 嗯 好 答案师傅 那个 那个 师傅李佛大上文文的 最近才发现 李佛大上文的后半段 讲的是 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 然后呢 就是比较展开写的 讲得非常好 然后那个像 嗯 董周文的师兄 他们就能够理解其中的意思 现在越来越多的西人佛友 他们念经学佛 但他不知道 李佛大上文的意思 那能不能把 李佛大上文 翻译成外语版 让西人在 在念诵的时候 能够同时理解 可以的呀 可以的呀 就是大愿力呀 听得懂吗 对 普贤就讲的 嗯 你比方说 他就是说 定诸佛世尊 当真知我 当一念我 对不对啊 嗯 我在诸佛世尊前 做如实言 我实事求是的讲 我许愿 对 若我此生 若我余生 重新布施 或是我今天呢 这是一切 一波之死 或是进行所有三根 我要成就众生 我所有做的善的 我要修行菩提 所有善根 对不对呀 还有我的 无上的智慧 我无上的善根 一切合在一起 包括所有的 这些回想 阿罗多罗 善不善不敬 我都要能够回想到 无上正德正觉 回想就是 我要能够成功 无上正德正觉 你看这个 这个都是情愿的呀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感恩 普贤菩萨 感恩 观世音菩萨 请问师傅 有四个师兄 他们合租一个房子 然后呢 需要给房子 要经者收送组合 请问这种情况下 这个抬头是写 谁的名字的 房子要经者呢 他有四个师兄合租 这很简单了 你总有一个人 签字的吧 是 住房子的人签字 就是住房子 的人签字的名字 那这种情况 如果长期 只写一个人名字 会不会这个师兄 他会被业 如果只写他名字 是房子的名字 会的呀 会的呀 你要你三个人 住的人都可以的呀 其实从严格来讲 谁 你谁念的 就写自己 房子的要经者呀 你比如说 三个人都住的 你只要住在那里的人 他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写 那比如说 许元21章 那这个四位师兄呢 他合念 合案 然后呢 这个送的时候呢 就写其中一个人名字 对吗 比如说 合念 是吧 合念 是吧 合念 三个人名字都可以写 只是说 进证 进证直接写的呀 进证某某房子的 要进证就好了 不要写谁了 也可以的呀 就是写其中一个师兄的名字 你写三十二号房 比方说某某路 三十二号房 就可以了 哦 这也可以呀 哦 好地方就可以了呀 哦 明白 那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这是那种楼房 比如楼房 可能一个房子有好几层 那这如果写某某路 几号房的话 他就可能有好几栋房 不是那种 号是那种 用不少的 用不少的 啥姑娘呢 灵界什么不知道啊 哎 你只好拍张照片 给他们灵界看看是吧 房子哪个房间好了 聪明的呢 傻的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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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开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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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最后念诵一个文昌菩萨 关于尊师重道的开示 已经经过秘书处验证 内容如下 凡尊师重道者 我文昌帝君忽幼之 尊师重道者 乃天地欢喜 受人尊敬 尊师重道者 我文昌帝君 会忽之子女 学之有成 凡是诽谤恩师者 不得我文昌帝君幼之 世事皆不顺 夜夜得倒霉 子女皆不孝 生意一落账 人间处处难 分享完了 感恩师父 实际上 人家说文昌菩萨 实际上也是个大护法 他也是大护法 只是他管理的文学 人家说文昌菩萨 实际上就是文史广经 实际上就是 你看看 你诽谤师父 诽谤人家 他不尊师重道 你说说看 这种老师会开心不呢 你的家里会形容不呢 你父母亲 如果诽谤 不尊师重道 你说你的孩子 会尊重你不呢 不尊重你以后 你肯定要倒霉 听得懂吗 对 明白 像文昌菩萨这段开示 也讲了 就是说我们只要 好好做尊师重道 也会有很大的福报 然后也会有功德 对啊 生活会有很多的顺利 就是这样的呀 就是你要是 好好的尊师重道 你想想看文昌菩萨 他本身就是讲的 你学习啊什么的 你如果学习 不尊重老师 你能学得好不了 你告诉我 嗯 学不好 嗯 好了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示 我们弟子的问题问完了 曾经拿摩大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恩师 卢彬洪台长 法体安康 常住在世 救助更多有缘症生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再见 好 再见 再见 喂 您好 师父 你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谢谢 弟子 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 梦到清理堵塞的马桶 在马桶里面 有很多蛋壳和纸皮 最后呢 清理得很干净 卢西马桶 请师父 此为节目 像业障呀 这样不懂啊 好 之后 它的蛋壳和纸皮 是哪方面的业障呀 什么鸡蛋的蛋壳啊 嗯 吃素呀 吃素吃得不干净呀 哦 知道了 感恩师父 师父您在之前的问答节目中 有提到天上有个白血矮矮的地方 请问师父 这个天是在哪成天呀 如果超度亡人后 不好意思 你讲 你讲 你讲完 之后呢 他就是 师兄问 就是他梦到亡人 亡人呢 容身为警备局司令 他背后就是这座白血矮矮的雪山 请问是亡人在哪里 哦 他想问这个 嗯 是的 天界啊 天界早有33天 听得懂吗 他是这样的 他呢 有一个天呢 就是说白血矮矮的 但是一点都不冷的 这个天 师父上去过的 但是 这个天 我是 干净的来 两边呢 绿树成荫 但是都是有雪的 有雪的 我们就下雪一样 但是呢 一点都不冷 一点都不冷 就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西方天啦 像我 我相信它也是33天里面的西方天 这西方天呢 它都有点像 Christmas 就是圣诞节的老人 这个 这个 这个环境 这是很干净的一个天 天上都干净的 天上都干净的 像你比方说 逃利天啊 地色天啊 对不对啊 嗯 它都有 我相信像它这个天的话 应该是 尹兆天的 可能是 尹兆天是26天吧 嗯 就很高的一个天 蛮高的 尹兆天 这是尹 就是尹之的尹 尹之的尹 尹兆天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还需要和王仁念诵小房子 再吹吹它吗 还是它已经很高了 应该 应该在天界的 它不一定 不一定理你了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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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 你套利天里边都有 都有33天 套利天里边 它有一个叫 一个叫 三顶天 就顶 很高 很高的地方 还有三封天 是第二天嘛 第三天是三顶天 所以这个 这种各种各样的天呢 实际上 都有各种宗派的 你明白了吗 明白 我这个讲 讲其他宗派 我不大能讲 所以我就只能 大概点你一下 你听得懂就好 我懂 我懂 因为最开始 就是在超度王仁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 在御戒天呀 但是后来师父说 可以再退退 但是念了很多章之后呢 师父第二个图腾电话 还是说在御戒天 我就想 可能是在御戒天 比较好的地方 和差的地方 它上升了 因为它天有很多层 你比方说 你说 你说你把一个人 超度到人间来了 对不对呀 那人间还有好 有差的地方呢 天天 天天打仗的地方呢 那我就不讲了 你都知道了 对不对呀 对 你升至到平安的地方 那当然就好 对不对呀 对 我懂 有一段时间 我确实有点在纠结 后来就想通了 就懂了 之后 纠结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 你就不在天上了 你在人间 逃了一天 人的寿命就有一千岁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像这种情况就是 还是没有超出六道的话 这些超上去的亡人 还是会想尽天赋 再下来 会啊 他在六道里面 他就会下来 明白了吗 明白 我们人间的一百年 他逃离天 只有一昼夜 就是一个晚上了 你想想 他天上一千年 你说人间多少 现在知道了吗 所以天上 所以为什么叫天上 就叫万万岁 万万岁 就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师傅就是有时候 就是把亡人超渡上去了之后 可能在几年后 又会梦到他掉下来 是因为犯错 或境界什么吗 因为他应该是 会的 他如果在天赋 提早想尽啊 他会走的呀 这还不通 比方说一个人 人家给他算命 你应该有多少多少寿命 他为什么会死得早了 他抽烟喝酒呀 想尽福报呀 听不懂啊 在天上嘛 就是天赋想得太快 你也会福报受尽 就会掉下来的呀 明白了吗 懂了 懂了 还是要看根基 和他的外面 当然了 天上也要守戒的 天上有天律的 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师傅 师傅 我在前段时间 就是在上早江的时候 为父亲 我自己的父亲 念了七点心经 晚上呢 就梦到师傅来 我梦里笑呵呵的说 你父亲搬到和我一个房间 我想请问一下师傅 就是师傅加持了我父亲 还是还有别的原因呀 是不是我父亲也有很深的福源 百分之两百呢 你想想看 师傅说 师傅说跟我一个房间 实际上 师傅就说 他已经跟着我 跟着师傅 已经应该已经在上面了呀 房间就是一个空间呀 指的是空间 并不是在天上的一个房间了 就是你跟 比方说 菩萨跟你说 你跟我是同一个天 那么就是说 其实菩萨 不是在你的这个 遇见天呀 菩萨他是超过六道 也在天上呀 听得懂了 听得懂 就是在一个空间里面 那师傅 那我就这样 每天都为 我父亲念诵 七变心经 祈求菩萨保佑 我父亲不但支持我学佛 也能自己明信 见信可以吗 就这样一直求下去 可以可以 一直求 终有一天 终有一天求到的呀 只要坚持呀 很多事情都靠坚持的呀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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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还想请问一下 如果很小很小的孩子 可能就两三岁 四五岁的样子 他就有很严重的关节炎 请问这样是什么 一样的因果呀 因果们肯定啊 上辈子有因果呀 像这种从小 有关节炎的人 骨头不好的话 可能是上辈子 他做很多事情 对 做很多事情是 因为过分的自私呀 因为自私 人家就讲到骨头了呀 所以人家说 你这个人自私到骨头里 你骨头不好的人自私呀 自私很厉害的呀 听懂吗 听懂吗 就是上辈子很自私的人 会有这种过分 对呀 你看看他长大了一点点 会不会自私你就知道了 但是后来就长大了 他就没有了的话 是不是这段因果就已经解了呀 是啊 你没有了就没有了呀 你过去 过去没有了 你现在还有啊 没有了呀 你上辈子做过某某某某什么大的一个贵族 你这辈子投到一个小平民百姓家里 你说你还有不了 没有了 那那个国报已经没有了 再想问一下师傅 关于图腾颜色的问题 不是有些人有身 有些人是图腾颜色浅的吗 想问一下师傅 图腾颜色会变化吗 根据修心呀 一般不会 变的话是个别的 但是有这个可能的 它变化并不是说黑的就不好 它图腾颜色本身就是 代表它这个累是积累的一种颜色 比方说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过去 曾经曾经做过黑人 对不对呀 你好几世都是黑人 这辈子白人了 我看图腾 你还是图腾是黑的 明白了吗 那就不是因为它是深颜色 就是因为它轮回多 或者液占中 只是前世的那些一些因素 硬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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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师兄呢 它可能图腾是白色 但是它皮肤呢是挺黑的 也可能是前世的一些硬气 对吧 其实你看看它基本上 后来晒黑的也有点 很多人 它就是它骨头里是白的就好 它骨头里有的是黑的 骨头里有的是白的 对不对呀 那有些人皮肤很深 但是并不代表它 就这个皮肤过去不是白的呀 明白了吗 那我懂了 因为我的图腾员是灰色 我还一直挺担心 是业障中的原因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关于房子的药金泽 就是有一部分师兄呢 他可能搬到一个地方 他就很灵感 就会做梦 梦到药金泽 但有些师兄呢 可能从来就没有梦 或者是从来不做梦 关于房子药金泽 像这类的师兄呢 我们可以只是一直坚持 给自己的药金泽念 不给房子的药金泽 可以吗 可以的 可以的 感恩师傅 我在梦 帮同修问一个梦境 就是同修梦里呢 有帮打通师傅图腾电话 师傅开出了2000张小房子 他本来以为是放生的数量 然后师傅说不是 他就直接跳起来 请师傅解梦 之后他现实中 师傅确实是刚刚看过图腾 师傅呢 慈悲地开出了 400张小房子 要先念200张就不会死 然后再慢慢念2000张 请师傅慈悲 节目梦中的2000张指的是什么 2000张指的 本来应该就2000张 只是说师傅给他加持 他可以少一点的呀 因为我跟他点画了 他就可以少一点的呀 告诉他400张的话 会从根子上会400张念完了 他就会改变了 明白了吗 明白 那就还是按师傅看过 图腾的400张念完再看 对呀 感恩师傅 之后呢 同修梦到自己正在打给 东方台秘书处的一位师兄 突然呢 一年收到讯息说 那位师兄的药金 要阻止师兄 要阻止师兄去帮对方 而东方台师兄接听电话时 突然讲不起自己要问的问题 结果没说什么就挂了 过后师兄看见家里多了两包垃圾 而且听到一个女灵性的声音在讲话 重复了两次 但声音很吵杂 听不清楚 请师傅解梦 这还不懂啊 灵性在他身上的呀 是不是他背叶了呀 因为是帮其他师兄去问一些问题 所以是不是他背叶呀 那肯定的 他帮人家问 他讲出来的就是人家的问题呀 他背什么 他把这个问题告诉人家 他就不背了呀 就是他家里多了两包垃圾 这样也是背叶的一个梦境 那是 他自己家里多了两袋 肯定背叶了 像这种情况怎么去化解呀 这种情况怎么化解 这种情况 希望自己把人家做好是好 是时候跟观世音菩萨讲呀 观世音菩萨我今天帮谁是谁 让你成全他 希望他能够好 他自己的业重自己 求菩萨 我们还是要求我们 讲的 不讲没用 好的 感恩师傅 之后下一个梦境是 同修的姐姐梦到同修 没有意识地平躺着 家人很担心 打算在同修身旁讲话 希望同修能听到家人的声音而醒来 还没有开始讲话 同修自己就醒来了 盘腿而坐 上身有白纸脱落 同修微笑着 平静地看着大家没有说话 请师父慈悲解梦 这个同修还活着不了 活着 活着没 他已经魂魄经常出圈了呀 嗯 就这样平静 不要帮他乱求了 不要帮他乱求了 在球下去魂魄不起 哪一天找不到身体就麻烦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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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师傅呢 在去年悉尼法会前夕呢 有个书生的分享 请师傅休息一会儿 我念一下 就是两岁的男孩 全身抽搐送到ICU 医生束手无策 师傅看完了图腾 第三天呢 就出院了 就是在2020年医院的时候 同修的儿子突然发热 伴随全身抽搐 两眼发直 赶到医院的时候呢 还口吐白沫 但是同修的母亲和他 一路大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到达医院的时候呢 急救了一个多小时 医生才把抽搐控制住 并对家长说 你们要是来晚了 还是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当同修看到全身插满管子的儿子 眼泪止不住 想起师傅常说的 人间事实无常 昨天还活蹦乱跳的儿子 今天就躺在病床上 毫无意识 之后呢 CT检查和各项检查都正常 但是孩子的高热一直不退 最后呢 师兄就想起师傅说的一句话 医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一定是灵性病 马上打通了观音藏的师兄电话 观音藏呢 为他的儿子诸念了大悲咒 而且呢 师傅慈悲地给他 加看了图腾 说他儿子是要经过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节 而且直到同修 转公的给儿子 再放生 之后呢 在师傅看完图腾的那个晚上 孩子呢 就能下床走路 而且呢 他的体温在当晚呢 一直是38度左右 但是当晚呢 就完全地退掉了 就非常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之后后来 师兄 加持也是很重要 加持啊 加持有时候很重要 就等于 等于你 你什么都弄好了 对不对啊 就等最后 开悟一下就好了 对 他就是 当时述手 无策 连儿科专家们 整个都看过了 连骨髓都抽了 就是不会退热 之后师傅看完之后 就完全就退了 就是让 就希望以这个分享 让身边更多的人相信 我们心中有菩萨 有这么好的师傅 在帮我们 遇到任何问题都不怕 是啊 感恩师傅 很多人 很多人身在福中 不知福的呀 我们每个人都会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我们是很感恩师傅的 感恩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师傅 在身边 我还能问几个问题吗 师傅 快点了 没时间给你的 好 我再问最后一个 再给你问一个 好的 好的 童修梦到母亲啊 他童修梦到 他很热心 童修很热心的 帮助母亲渡过一个大海 越过大海之后 童修的母亲 转过身来看着身旁的孩子 感觉这不是平时所熟悉的孩子 感觉只是一个陌生人 来帮助母亲越过大海 母亲很伤心 而且童修曾经也梦过帮母亲 越过大海 请师傅慈悲解谋 越过大海 就是克服困难 明白吗 大海 像这种不可逾越的东西 都是一种障碍 障碍的东西 一定要预越的 越不过去 你就会越障越爱 越阻碍越多 明白了吗 童修可以帮助母亲 如果过去 就是说明童修 在修行和生活中 可以帮助到母亲 去越过困难 对不对 可以的 完全可以的 但是梦中 他说他母亲看着 不是他所熟悉的孩子 像一个陌生人一样 是什么意思呀 搞不清楚的 你要记住 你要记住 梦中 知道是谁 就是他 有的时候出现的是 他的本相 原来的 最早的时候 或者上辈子的缘分 本相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日记的夜上自己背 就是师父发地安康 感恩师父 谢谢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师父 感恩关心不大 感恩师父 就稍等我带耳机 喂师父听得见吗 听得见 你讲吗 感恩关心 他在感恩师父 师父 今天有几个问题 想请教你 其中一种问题就是 同修想问就是 我您看普通 都经常看到 同修头上有光嘛 或者说是人气场很好 他想问一下 是光头上光大的人气场就好了 对啊 光就叫坛诚呀 光越大的人 这个人的气场越好啊 你看看哪个 头上没光的 是的 是的 那请问师父 那光和气场可以相互转化吗 光和气场 本来就有一种转化的关系 光源量 气场越好 嗯 气场越好 光源量 好的 哦 那如果是 气场 气场好的 因为它光也大 是这样的吗 是 感谢师父 此类开始 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梦境 同修梦见 就是 他领养了一个很漂亮的婴儿 然后同修梦见 跟他说说 师父开世过 你可以领养一个孩子的 请问师父 这是其实他打开的孩子超得多了 还是因为 还是意识他同修以后能够领养一个孩子呢 因为现实中 同修和他现在已经清修四年了 也没打算领养孩子 请问师父这个梦是意识梦还是 意识梦啊 意识梦啊 意识梦是吧 觉悟了 两个人觉悟的话 最好的呀 大家一起觉悟 双双觉悟 那这个是功德是double的 是 增加就是双倍的 哦 好的 就请菩萨家 他们好好学佛 师父还有一个梦 就是 就是同修梦见 在宿川里 无群的时候 总是觉得 有些地方不合适 他还请问你做这个梦是怎么意思 在什么川里啊 穿礼服裙 就是那个 玩礼服的那种衣服 你觉得不合适 是什么意思 谁觉得不合适 就是同修 他自己梦里 哦 那就是 他平时奢侈 买东西 穿衣服 叫他清俭契约 哦 那明白了 那师父 那师父 像这种类似的梦见 同修经常会梦见 穿的衣服 不合适 或大或小 或者颜色不对 或者是梦你不喜欢 这种一般代表什么意思呢 喜欢不喜欢 代表你的意识 你喜欢的不一定漂亮 不漂亮的不一定你喜欢 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 他你 一般的说 我们说 你喜欢某一件事情 一定跟他会产生感情的嘛 所以像这种情况 最好能够 断情 把感情要控制好 不要随便的迸发 明白吗 否则后悔就得到你 好的 感恩师父 此复开始 师父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 同修的儿子 三岁多 去观音堂 想给菩萨放香 因为各种 购不到香炉 同修请问 能不能同修抱着孩子 让孩子点香和擦香呢 不要了 大人帮他擦吧 不要了 不要弄了 孩子弄得一乱香 在菩萨上不好 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此复开始 那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擦败电的时候 可以把败电放在 干净的桌子上擦吗 因为桌子是用来放 包好的水果的 供果的 不要 放供果的桌子 你把败电放下去干嘛了 发神经 对 不可以 明白了 感恩师父 此复开始 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同修面经的时候 睡着了 大概半小时 才发现了自己 坐在经书的边缘了 没有问题的部分 他还请问师父 他要念几遍礼服 经书还能用吗 念17遍吧 这个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是跨过去 坐上去了 他最早的时候 不行坐在经书上 一会儿功夫 没关系 经书还能用是吧 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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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请教师父 现在今年的天使 不是特别好吗 像前一师父 今年适合举办婚礼或结婚吗 什么时候 今年 今年 对 今年你说好了 你太不好了 我今年 这个不是太好的天使 不是太好的天使 结婚了 结婚了就结了 结婚了 年轻就好了 什么时候都能结 对不对 找一个双日子就好了 但是做不住 今年 双日子做得住 听得懂 听得懂 那今年 他做多年 需要在多年整齐 做一个结婚的话 对 对 好的 师父 就有一个统修问一个 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经常讲的一句话叫 蹲下去 蚂蚁大剑 断起了蚂蚁 一个都不见 他想问这是什么意思 哎 我的娘 连这个都听不懂 就是 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就是说 换了换失了 就是说 你有时候 有时候叫你蹲下去了 你眼睛看见 哎呀 怎么这么多烦恼的了 这么多蚂蚁想烦恼了 对 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呢 把烦恼忘记了 他就说 哎呀 我没烦恼 我很开心了 哈哈 什么都想不起来 一蹲下去 你看哎呦 怎么这么多蚂蚁了 站起来 你说蚂蚁看得见吗 你看不见 好了 一个是蹲下去就看见了 站起来看不见 就是形容烦恼 你仔细的一想 有时候烦得不得了 有时候又觉得这个世界这么美好 都是为你造的一样 好了 你明白了 感恩师傅 除非开车 所以我还有一个同学问 就是说 他家里条件有限 他佛台后面呢 是厕所 但是呢 他这厕所不用 他只是用来做土塘室 请问这样可以设佛台吗 能有条件吗 最好换到其他地方 贴点山水化 如果实在没条件事 贴点山水化吧 因为你要知道卫生间 你用不用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它的污水管就在那里 听不懂啊 对的 对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 意识流 对不对 过去心理学上 做过这种实验的呀 给你弄个马桶 做个饭碗的形状 像个马桶一样的 又不是马桶 你饭存在里面 你吃呀 明白了 感受 好嘞 吃动了就好了 对对的 你说这个碗干净的不得了 只是形状像呀 又不是马桶了 那你吃呀 明白了 感受 我再问两个题 同修家住在丁子路口对面 然后佛台人是对着大浅门 浅门常年关着 请问佛台人 这样位置可以算吗 放在这里可以吗 这肯定呀 佛用菩萨帮你挡筛 挡筛呀 凶杀的呀 一定凶杀 丁子路口 绝对是最最倒霉的地方 不好的呀 哎呀对呀 似乎讲个气场不好的 这个来回路 太多了 这个地方真的 哎呀你应该了 以后啊 搬家咯 现在没条件们 全山水化咯 请佛台咯 菩萨都会帮你挡筛的呀 这菩萨真的很好 好了 所以我就不问及了 我特别有个师兄 想跟我说两句话 哇 师父好 给你请安 你好 谢谢 我修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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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努力呀 不够精进呀 什么叫修得不好 修得不好就是不够精进 没有信心对菩萨 你说菩萨保佑你 你觉得对菩萨有信心 你会修得不好的 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 我知道了 好好改毛病了 医生 医生这么坎坎坷可 还不知道啊 还要我讲 知道了 好了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 能够自己的一道 自己配 好 师父 我们大家给您 那个请安 那个师父 红法顺利 发填 师父 红法顺利 发填 师父 保佑我们 期末下语的 一个红法的身体 能够顺利圆满 广度有缘 感谢师父 感谢您 您做保证 我们爱您 感谢师父 感谢师父 再见 感谢师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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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师父你好 喂 师父你好 大师父 请安 你好 师父听到吗 听到讲吧 好 师父以下 是我们在网络 供修时 一些活有的问题 请师父 慈悲开示 在家里 就是在家里 参加供修时 就是在没有人 诺经情况下 可以点香 点油的吗 在没有什么 情况下 就是说我们在网络 供修时 就是说在家里 可以在没有人 面经的情况下 可以点香 点油的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感谢师父 指别开始 转入 就是说 家里煮昏的味道 很重 如果 活台在上香 可不可以 喷一些空气 出清剂 把味道 遮一下呢 他在烧昏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别上香 谁是昏谁倒霉的 互把人会惩罚的 听不懂啊 你这边烧鱼 烧鱼的味道 你这边烧香 你不开玩笑啊 他不烧饭的时候 你不能炒点烧的啊 你如果已经烧菜了 就不要再点香了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就比如说 就是煮完了之后 才上香 但是还是有酸的味道 可以喷一些清新剂吗 这个随便啦 清新剂也没用的 至少他不要再烧了 味道去掉之后再烧香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当然是说 好 然后 有时候 香会从 两边完烧 就是头和尾 我们把香 从香炉里拿出来 需要灭油灯吗 用不着 把香炉 把香炉 请出来的话 最好 如果能够把油灯 不烧香的时候 把油灯灭掉 可以的 等到香炉清洁完干净之后 放上去再点油灯吧 好 明白 好感恩 另外一个问题是 如果 香可以 一个人败了 它在香炉里 再给另外一个人败了 才擦到香炉里 这样可以吗 这个 这个不是太好 一个人一炷香 自己烧门就好了呀 谁帮你烧代表呀 哪有一只香 我败一败 传给你 你败一败 传给他 不是这样的 不尊敬 好 不尊敬 明白 刚才师傅开始 然后 师傅请问 有没有这种说法 就是 大的山水化 与小的山水化 不能阻隔不好的气场 是啊 都能阻隔不好的气场的呀 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大和小都可以啦 哦哦 好 可以的 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 放在一起都没问题的呀 嗯 好 感恩师傅开始 然后 我有问 如果他们参加网络供修时 在自己不发言的时候 他们可以认听吗 网络供修的时候 不发言的时候 你要听的呀 你不听别人的话 你供什么修啊 对 明白 好 你这个等于 老师跟你提问题的时候 你就提 老师不提问题 你就自己 做自己的功课啊 你也要听老师讲的呀 老师会评论 人家小孩子功课好不好 听不懂啊 嗯 好明白 就是要专心功修 感恩师傅 对啊 我这怎么叫功修 然后 好 请师傅姐 就有一个梦 就是 从修在睡前问菩萨 能否转行当华文老师 当晚他就梦到 父亲把他的保险取消了 他大学读不了 两个母女 就是父女都逃了一架 然后 从修 自出请从室 想把保险取回来 但是 都有阻碍 然后 梦定转到另外一个镜头 就是 从修来到一个室楼 看到很多小孩在学写字 学作文 从修想要 是 说我能来这里当老师 就好了 请师傅 吃别解梦 这还不懂 这个就是说 叫他不要换老师 他是想转行当老师 转行当老师 有点累 有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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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 他就梦到他父亲把他的保险取消了 对啊 然后他大学读不了 对啊 就有点困难了 就是叫他要坚持就好了呀 念经呀 消除也到呀 好了 好好好 感谢师傅 然后师傅 我做一个最后小小的分享 就是 在上个星期六 师傅 就是 有从修打进图盆 就是帮一个亡人 看 然后这个亡人 在测接天 当时 师傅说 这亡人 一直放不下 他的一个儿子 然后 我们跟同修 确认之后 的确 这亡人 就是 一直放不下的 他的儿子 是因为 他 现在他这个儿子 患上了病癌 所以师傅 你看图盆 真的是太准了 非常好 师傅 因为天上的人 放不下孩子的话 他会掉下来的 境界会低的 听得懂吧 像师傅 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当时师傅 有开支 大约是 入八十多章的 小房子 请问 他可以 更上一层楼吗 如果出菩萨 叫这个亡人 放下万年的话 试试看吧 只能试试看 好吧 好的 可以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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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祝福 祝师傅 是日快乐 感恩师傅 好 谢谢 师傅 我的问题 问完了 感恩您 感恩您 感恩 幸福 感恩师傅 我们的业障 自己背 好 谢谢 嗨 你好 师傅 好 师傅 请安 师傅 好 今天问题 我们自己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上面有一些问题 请师傅开示 第一个就是 我们学佛 现在都懂得 一年春兴起 百万丈门开 就是 嗜恨别人 不但自己有业障 还要帮对方 被业 那铁文师傅 如果反过来 说我们让别人生气 起了嗜恨 但是我们自己 并没有觉察到 那这种情况 我们的业障 重不重啊 重啊 也重啊 你让别人起嗔恨心 你更重啊 你是造势者 听得懂吗 哦 明白了吗 你把人家惹怒了 人家嗔恨了 人家的业障 不叫你背啊 他恨谁了 他不恨你吗 对不对啊 所以不要去惹别人呀 大姑娘 不能惹人呀 那师傅 如果说我们 无意伤害了别人 自己又不知道 这个情况下 那我们怎么化解 让人家称恨了 你自己不知道 我问你一句话 你开车压死人 你不知道 有没有罪了 有的 好了 还不懂啊 不知者啊 不知者的话 就没有罪了 明白了吗 嗯 那我们是不是 可以许愿念 就是十万遍子节奏 下百姿江弦奏 就是来范范的 这个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可以啊 哦 那就是 师傅 请问 您在视频讲座 就是彻务的 无常观里面 就说啊 就是我们都是 欠别人的 几乎没有人 能够理解这个道理 师傅开始过 说当我们意识到 自己是还债的 那这个债 其实就还得差不多了 那如果师傅 在录音中明确 告诉同修 他是来还债的 那他一下子 就是豁然开朗 想通想明白了 是不是这个业障 瞬间就会交交很多 可以少花很多债啊 完全正确 你当你明白 你欠别人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 觉悟 就有机会还债了呀 你自己还不知道 你可能还在欠债 听得懂不啦 哦 懂了 我举个简单例子 你不知道这个地方 有一个摄像头 你开车了 被拍下来了 你下次知道 这地方有摄像头 那你下次当心了 是不是不会犯戒了啦 明白了吗 是的 那师傅如果说 就是我们对待周围的人啊 都抱着这种 转转的心态 这样可能就会减少 我们的这种 忏忏心和抱怨 这样会不会加速 我们这个还债的速度 会 你总觉得 自己欠别人的话 你自己不伤心呀 因为人的毛病 是容易谅解自己 不能够原谅别人的 听不懂啊 嗯 其实这种心态 不会说 引来更多的冤解吧 嗯 对不起 我喝口水 你讲 你讲 就是说 这种心态 不会惹来更多的冤解 应该不会的 嗯 不会的 好的 好的 当然师傅 那师傅 我们就是有时候 遇到磨难呀 大家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我就到一定程度了 菩萨给我的考验 那请问师傅 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自身命中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业障 但是菩萨呢 他为了考验我们 可以的去设置这样一个 就是障碍给我们 有这种情况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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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得越高 它的障碍 就多 你比方说 你爬的山越高 你是不是越危险了 就是正常的呀 你只要爬山 你上面都有障碍的呀 你说这个障碍 又不是菩萨给你的了 你要进步的话 你是不是 你比方说 你在班级里 从来不想做模范 做班长 对不对呀 那谁来给你设置障碍了 等到你想做班长 你成绩比较好 然后呢 大家讽刺你呀 污蔑你呀 记住你呀 是不是都来了啦 你说这是老师给你的 给你的设置的 本来你进步的人 都会碰到这些业障碍的呀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就是因为修行越高 就是模考越大嘛 那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自身业障太重 还是说因为就是 修行更好了 才有这样的一个模考 很简单 你自己知道 自己修得怎么样 你如果修得很好 很精进 会碰到很多的烦恼 而这些烦恼来了 你又能解决 那说明你是在进步 这叫烦恼起不提 如果你今天天天烦 天天烦又没好好修 那你本来就是人身上的业障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 谢谢师傅 师傅 在人间我们就经常听到一个词 就是说 这个人很无聊 那戒指中可能有些人 他物质条件也不错 舒服的日子过了久了 他就感到很期待 想去寻找一点自己 那这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呢 是人的烈根性吗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 叫闲智 闲智啊 就是说闲了之后啊 你这个人啊 心理的那种智慧就停滞了 停滞不前了 就是人本身有心理智慧的嘛 听得懂吗 你心理智慧你不动了 为什么呢 你老做这件事情 老觉得做这件事情 你觉得没意思了 你心里就闲置了 然后你就心里 这个心里就不动了 然后呢 你就觉得没劲了 你就觉得负能量增加了 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没有一种 对自己有种要求 你任何人对不对啊 要对自己有要求 我哪怕今天富贵了 我还是要努力 对不对啊 但是有些人努力是什么呢 去努力的赚钱啊 去努力的赢得更多的名文利洋啊 这个都是走偏的 你有钱了 你要懂得不失 你有智慧了 你懂得帮助别人 它才会延续 这是会延续的 否则你的智慧会闲置 你的身体会闲置 越闲到后来越胖 就不想动 吃吃碎碎就这个样 你说你最后得到什么了啦 什么都得不到 等到你福报用完了 你这个人也没用 就像很多女孩子一样的 都从来不知道帮助人家 人家不会觉得你美的呀 你今天在家里皮肤擦了再白 皮皮巴巴脸在打 你化妆化妆的一丝不苟的 跑到马路上去 人家大不了就是看你一眼了 对不对呀 你给人家看了之后 你得到心里一种满足感 哎呀我很漂亮 谁知道是谁呀 你自己感觉 哎呦人家看我呢 说不定看你的那个人是个港督 他一看怎么有这么怪的人呢 看你这个怪人 对不对呀 你看看漫画去好了 看画报去好了 你长得再难看 你帮助别人 人家觉得你很美呀 你帮助别人有意义呀 人家记在你 把你记在心里呀 一个是把你看在眼里呀 你说心里好还是眼里好了 心里好 好了 那师傅 就是如果就是在天上啊 因为天上没有烦恼 没有忧愁嘛 那他时间过得短了 会不会也会觉得 有点没意思呢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他是天上忙得不得了的 天上一会儿这个法会 一会儿那个法会 一会儿自己去静坐 一会儿打坐 那个完全是觉悟了呀 觉悟的人生 他不会烦恼的呀 你不能用人间的东西来看的呀 你就是比方说 你是一个穷人 你去看富人 哎呀他家里这么大 他怎么走啊 有什么意思的啊 你是用穷人的思维 去想富人的 就像个富人一样的 他自己吃得很饱 你怎么吃不饱了 你自己吃的时候 你吃饱一点好了 人家吃都没吃 你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境界呀 听得懂不了 你到了天上 人家是什么境界啊 人家那种境界 是根本自觉的不得了 人家又没有身体不舒服 又不想睡觉的 天上没有晚上的 你知道不了 喂 嗯 你懂不了 你去过不了 懂了 没去过呀 是挺想过的 好 感谢师傅 师傅 我们就是学佛 就是要 弘法要救度动生 就是度动生的这个度计啊 因为就是我看到我们那个弟子镇上 用的是那个三连水的那个度 就是那有的时候就是度动生 就是没有三连水 那师傅这两个字它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什么区别 从文字上来讲 一个度就是也是一个帮助你过去 帮助你去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 你看这个肚子它有个广在外面的呀 听得懂吗 广度呀 广度有缘呀 下面一个幼子就是幼去度它 幼去度它 就是广度呀 你加个三连水的话 就是度合的度 过去人家说轮度的度 要加三连水 因为轮度是在水上的呀 听不懂啊 那么过去我们用 用这个三连水的度子 就是广度 因为佛法是个法船嘛 大法船嘛 所以加三连水呀 明白了吗 哦 哦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师傅 就是有时候做梦梦到你呀 就是醒来之后那种就是真切 亲切的感觉就特别长久 可能几个月过去回想起来 就是梦到师傅还觉得很开心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可能就是和师傅握手啊 虽然当时特别的开心 可能过一段时间 这个感觉就带了一些 请问师傅为什么就是梦中 这种灵体的感受比现实中这种肉身的感受还要真切 还有长久呢 那大 那大 这个上你说对了 所以这就是菩萨说的真我了 真我就是灵界的生活了 所以到了天上 你这种感受特别真切 听得懂了吗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做梦 你在梦里恨一个人 醒过来你还要恨半天吧 对 对不对啊 你如果在梦中很爱一个人 醒过来半天你还沉浸在这种爱的当中吧 就是告诉你 在灵界的生活比人间的生活要有感情的多 要真实的多 而人间是不讲感情的 刚刚跟你很好 一会翻脸就跟你不好了 现在明白了吗 所以人道为什么跟天道不能比啊 他没感情的 嘿嘿嘿 哦 人都颠倒了 对啊 颠倒了呀 你看看 你只要有钱 人家就跟你跑 你没钱 人家把你出来的跑 你说天上 他没有什么钱 没有什么 大家都是做天人 因为大家身体也很好 没有什么烦恼 大家很开心 你说一个人不愁吃不愁穿 没有烦恼 大家是不是容易相处啊 对不对啊 好了 好 感谢师傅 师傅就是 有的同修啊 他见到师父或者是看到菩萨像 他就非常非常的恭敬 就甚至有些小心翼翼的那种感觉 有的同修呢 可能就是心里还是很尊重 师父尊重菩萨的 但表现出来就会比较随意 那请问师傅 这是因为他们跟师傅 跟菩萨的这个元素 不同导致的吗 这个很简单 你说你心里还是对师傅很尊敬的 你做出来的行为好像不在意 你说这个人算心里尊重菩萨 尊重师傅了 不算 开什么玩笑的了 这个话讲出来本身就是矛盾 你说你对父母亲不尊重的话 你说妈妈我心里对你很尊重 看见爸爸妈妈都不叫的 你这叫尊重吧 对 好了 这不假的吗 对不对啊 明白了吗 这是假尊重 我很尊重的呀 找理由就叫 人家小心翼翼的 人家就叫尊重 明白了吗 好懂了 赶紧师傅 师傅 您开始过就是一般凌晨两点到四点 是您进出来比较平凡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身边很多同学也包括我自己 两点到四点我们没有什么不好的梦境 但是只要我们睡醒之后再睡那个回龙觉 就行了就会再睡一会儿 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梦境 那这是护法神在惩罚我们吗 有可能的 因为五点到八点是真实的梦 两点到四点是灵界 你碰到的梦 你在灵界你睡觉的时候 你没碰到灵性 但是你五点到八点 那你做错的护法神惩罚你呀 有的呀 或者就是地府的棺材把你拉下去惩罚呀 明白了吗 那如果我们在梦中受到这种护法神的惩罚了 那在现实时候中 我们的业障会少这么一点点吗 你改了就少一点了 你还不改还惩罚 听懂了吗 梦境就是让你改变的呀 你改变了就好了 所以为什么现在人家一梦 师父给他一梦一来之后 他就躲开灾界了啦 他当心了呀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对啊 师父 嗯 师父 好了 学长 时间不够了 赶快再给你问一个问题 好的 好 对啊 师父 师父就是有的同修啊 他接触到气场不好的人 或者到了气场不好的地方 晚上就会梦到了灵性 其实好像他们对于这个灵界是没有抵抗力 或者是说就是没有防火墙的 那灵性就很容易进入他们的世界 而请问师父 这个事情是怎样的一个因果 导致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体制呢 一般的你这种体制 你不接触灵性 他不会来找你 他跟你无言无仇 他灵界 英界 他尊重英律 过日子 他跟你没冤 没仇 除非你到坟堆边上 他可以骚扰骚扰你 一般不会的 一般的你身上阴气太重 灵界老到你的梦里来 不是你劝的 就是你惹的 明白了吗 那就是除了念中大悲咒 其他没有好的办法了 是吧 就是敏感的体制 没有办法的呀 一般的他来找你的话 你就是念小房子还他债呀 他说明你欠他的呀 一般如果你不欠他的话 他不会来的呀 你举个简单例子 你家住在门口 哪有小偷经常来的了 偶然碰到一个门是正常的 你说你三天两头来啊 不可能的 三天两头就是来要债的 听不懂吗 哦 懂了 那师傅就是 那同修如果说 他修的时间比较长了 可能对于这个气场的 这种感觉啊 也会比较敏感 他和之前那个情况 这两个情况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什么 你如果修心修得好的话 你一种感应 感应你不要去碰它 就没关系的 比方说你现在 你过去住在这里 你没有知道有个邻居 突然之间你知道有个邻居了 你不要去惹他们 和平相处呀 就可以了呀 鬼跟人也可以和平相处的呀 你不惹他 他不会惹你的呀 马路上鬼多呢 对不对呀 你不要去惹他呀 你举个简单例子 人也是这样的呀 那哪个地方没流氓啊 对不对呀 哪个地方没有乱七八糟的人在马路上啊 你去惹他了 眼睛看他了 对他不满意了 他就来这跟你搞了呀 你个近尾声而远之呀 听不懂啊 好了 哦 懂了 懂了 好 那师父 我最后问一下 应该是在2007年 就是我还没有接触到我们心灵法门的时候 就当时遇到一些挫折嘛 状态不好 当时做梦梦到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 他来做 开始 师父这个是南京菩萨吗 是啊 肯定的呀 你跟南京菩萨有缘问 否则你怎么到心灵法门来了 傻姑娘 哦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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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